因为他都是用旁边围着 不让你去 再来他讲鱼垫共生 哦 你看这个官员来看 这么漂亮 乌鱼子有六两啊 真的吗 你要知道乌鱼子 乌鱼要养到乌鱼子有六两 他要养三年半 是 你看虾子那个部长 哇 你这个真虾 你养什么虾 部长哦 这就是真虾啊 经济部还有谁 那个还没有520 他一个多月前 他的工作已经找好了啊 那个是谁 就是第一名的啊 那这个还有人跟我讲 我现在跟大家讲 他因为一店共生 他领了这些钱 他亏现他开始输店嘛 那输店以后 这个他人家要来看 他会去买鱼来放 哦 原来这个传闻是真的 让你捞啊 我们去很多人跟我们讲 但我们都没有拍到 因为你拍不到 因为他是特定时间才会 去别的地方买来盗嘛 哦 真的这是 你来鸡查的时候 就可以捞到鱼 这叫鱼店共生 我跟你讲啊 这不是诈骗吗 所谓的 对 差不多了 我这个我会 我本来想说 今年如果侯友宜选赢 我会从法务部 好好去谈这一块 是 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查的 现在可以谈 现在也可以 郑部长上来 我也可以跟他谈这个 是 因为你除了这些以外 所谓鱼店共生 我跟大家讲 如果他是发电 鱼店共生 除非他是养蛤蟆 文革 否则一定会打水车 对 没有打水车 你鱼怎么活 虾怎么活 旁边水车是停止 你知道多少人怕停电 那水车没有打 那又如果没有风 没有风水呢 不会动就没有氧 不会含氧 那鱼就很快会死 所以他没有水车 他拿什么去移电共生 是 那都在骗人一条河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还不恶劣 还要更恶劣的 各位你要了解 他们算出本就没有 他们是做编本的行李 你说光电源者做编 编本的 怎么说 没有本的 我跟你讲 他的公司很多都是 十万块就成立 比我们买鸡蛋那个超市 也还有五十万资本额 是 他们这十万 十万 十万 我们也可以十万开公司 去比较后 我们两个轻轻的 问那才也有十万 你听不懂 但是我们 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现在资本额变成 一亿八千万 哇塞 赶快教大家怎么赚钱啊 你花电也才花电几年 是 两年吧 三年吧 你怎么会从十万变成一亿八 太惊人了 好那我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概念 这个土地啊 假如 一分地是三百万 一甲地就是三千万 我买十甲很大嘛 那他拆成五个案嘛 一个都是小二甲 对 好 那买十甲都有多少 就三亿嘛 对不对 那三亿啊 那农民啊 土地都是长期持有嘛 农地免税 然后皇帝 105年以后 皇帝合一啊 你如果有赚的话 就要缴税 对啊 可是这些都是长期持有 他连皇帝合一税也没有 对 农地免免税嘛 好 那我跟你买的土地 三亿嘛 这里三亿 那我们打合约 就打八亿 你懂我意思吗 八亿啊 我实价登录就是八亿啊 那多的五亿 没有多五亿啊 我只跟你买三亿嘛 对 那我登记八亿 这不违法呢 这不能这样 那我还没有去查这一块啦 我现在就跟你讲 为什么十万 买房子也有人这样啊 十万为什么会变一亿多嘛 来 八亿 那你成本多少 十万 三亿 三亿嘛 你付了三亿给地主嘛 那我登记八亿以后 因为我们为了绿电啊 能源政策为了费核 要发展绿电 我们所有金融都开绿灯 是 所以八亿 你可以到银行去借六亿 八成嘛 六亿多 哪个细钱版 对 那你付给地主三亿 是 你就多了三亿多 好 那你再来盖这个太阳能板 这里要建设一亿五 你又可以借一亿二 可以再借 所以你顶多就是太阳能 那些三千万的成本 那搞不好他又把这个 一亿五他又电高到两亿 那借一亿六 他又多了一千万 等于他都不用有任何钱 他就多了好几亿 再来因为银行为什么愿意借你 因为台电跟你有合约 20年 那我就算你这个店 收的店钱每个月来付我 贪还这20年够了 我没有风险 银行认为他没有风险 所以等于这一些人 就在等待20年后 这块地又变他的 然后里面如果有埋炉渣的 什么这20年之内谁敢去挖 不敢 没有人会去挖 那这个炉渣的案 还有人会去查嘛 你说一只五八两两批 一鱼两吃 不止啊 不止 德辉一鱼两吃啊 一鱼多吃啊 而且吃饱饱 装饱饱 这是吴本身 这个部分我还以耶 能不能查 我跟你讲 我在这边 我第一次在 我本来要在立法院讲 我等新部长来 我才跟他讲 我告诉大家 能不能查 因他们去改嘛 他去防渡嘛 你要变也不行了 也来不及了啦 你是地主 我给你三亿 我是汇款给你三亿 对 检察官只要调地主来问 你合约合约是不备用的 对啊 你拿多少钱 三亿 三亿 春的五亿呢 不知道 好来 他如果去请偷地主 我再多给你三千万 检察官如果问你 你说五亿我给你现金 对不对 嗯嗯 他花现金嘛 现金五亿后来 五亿你拿到 你拿到 你当时没有五亿了 对啊 五亿你拿到哪里去 不知道啊 讲不出来 他会教你 我去过年去拨绞啊 哇塞 还有西套 一系列一套 检察官啊 你去哪里 到哪里去赌的 就就输光了啦 哪里去赌的嘛 在哪里赌嘛 跟谁赌的 这个跟 你带我去看看 这样 哪里有在赌啊 你跟我讲啊 忘了啦 好 嗯 好 然后 这个地主啊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节目啊 你你要想一下 毕竟你这样弄 他掏空的都是我们的 人民的血汗钱 对 你也没有多拿一毛钱嘛 对 对不对 有多拿三千万 你不要怕他们 不一定他会给 不一定会给 就我是比喻嘛 就说 要你这么讲 我会答谢你嘛 是 那这个就是掏空我们的钱啊 没错 真的没错 那 如果我是检察官 好 那你这样讲 我姑且信资来 我就叫那个买地的 这个暗藏的人 来 那你给了三亿嘛 那你说五亿给现金 你那五亿的现金 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洗钱防止 我跟你讲 你要讲五百万 你还可以东臭西臭 是 你这上亿的 几千万上亿的 你说你是跟谁拿的 我这我以前 我现在都是存在 存的都是现金 我存了二十几年 存到这些钱 那你去掰啊 是啊 那你是哪里 你在菜市场做生意啊 所以对啊 我在菜市场做生意 我在买假的 所以每天收了现金 我都没有拿去银行啊 看检察官怎么办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检察官可以很多角度去办的啦 但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因为我讲啊 就是金融开绿灯这一块 才是最大的礼陶在这里啦 你讲的那个电费 他们是收给台电给的电费 他们几乎是缴给银行的啦 是没错 难怪台电一直归 金融已经拿掉了啦 所以那中价钱要怎样 他们就去做成说 我有资产 我的土地是八亿 所以整个没办法 资本额要垫高啊 所以资本额就变成一亿多 搞不好再过三年 他们都可能上市上规了 你知道吗 哇塞 10万啦 10万的工息啊 各位啊 这个比房价 明天在买的甘马店 砸货店都还有20万 买鸡蛋那个超市都还有50万 10万啦 10万 容金委员 你知道这么多 但是看我们检调办不了 你一定很切心的 我不会切心嘛 我会跟他沟通 因为检调里面 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人 有正义感的 那要办的 但是因为民进党的政府 把这个当成是国家重大建设 所以就有开了绿灯 所以让很多人也不会去碰 那我希望说这检调人员呢 你先去把这些资料查出来 就这些地号 对 农资多少钱 是 他买卖多少钱 价差多少 那地主是不是确实有收到这些钱 没有 他是用实价登录 那因为他是105年以前就持有了 所以他不受房地合一的这个约束 105年的约束 那他现在把买卖的实价登录 垫高了以后 我跟你讲 他就变成他的资产是有8亿 哇 你懂吗